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今天原神玩家万众期待的,也就是5.1大塔新版本,新诺宁千支池的手持卡池流水终于是出炉了,如视频所示为五十万五千刀。 啊这老黑没看错吧,要知道这可才是新诺宁卡池的手持流水啊,怎么比英网MADH的次日峰值寒高,不愧是自立会登场以来就被大家冠以大万叶的严戏暴女大姐姐啊,这手持流水堪称一个爆炸,恐为原神近半年以来的最佳卡池流水。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,流水于国之沿途仅供大家参考推乐,咱们还是要以商店排行榜的数据为准,目前原神是在全球,44个国家及地区中上榜前十,人气四大区里,游戏榜,国服目前是位列第三,差一点超越DF手游,美服是位列第七总榜排名第25,日服是成功登顶,总榜游戏榜均为第一,还得是日本玩家啊,人家那边对老米的支持力度是真没的说,你看隔壁崩铁,那边是刚刚连续登顶了12期卡池, 这边大姐原神也要开始框框登顶了,好嘛,日服手游市场这块,还真成老米自家的后花园了,开个玩笑哈,韩服目前是位列第六,总榜排名第十,国服总榜方面,一本线是成功登顶,目前已霸榜一天,原神目前位列第五,刚好夹在DF手游和和平经营之间,从昨天下午4点的第一波排名数据更新以来,就文字不动的汗死在这儿了,截止到老黑视频制作时的今日凌晨3点,也没有出现排名突然上涨的情况,那算到时长的话, 是已有超二本线,11小时的数据了,明日方中目前位列第十七,央师位列第38,云烟神位列第56,崩坏行行铁道位列第71,龟龙朝位列第118,少前二位列第137,绝区龄位列第178,明朝位列第179,这俩难兄难弟,咱大哥也别说二哥了,榜单排名状况都不甚理想,基本都在废榜的边缘徘徊中, 追绑单末尾的话,是含藏着一个二游的,那就是排在第181的重返未来1999,那接着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卡池超净准线的时长数据了,如视频所示,本期的新诺宁签支持,即使到老黑今日视频制作时,是已超二本线11个小时了,当然,这个数据放在前几年,巅峰时期的元神来看,肯定算不上什么,毕竟按老标准来说,没过一本线,那就是挂零,那就是boss, 有什么好讲的,但时代是在变化的呀,今年整个二游圈的集体缩水,大家也有目共睹,再者说了,元神也不年轻了,他已经是个四年的老游戏了,在5.0,马拉尼吉尼奇搞了个大塔流水开门黑的大背景下,本期西诺宁能搬回一城,属实是相当不易了,至于千只的话,他老人家这期卡池大概也就跑来当了个戏份组,毕竟就以出货情况来看,西诺宁首日出货20343只,千只首日出货2327只, 两者的比例大致就是8.7比1,这差距不可谓不大,无计时方面,延峰寻歌是出货5182吧,有乐于连切是出货3088吧,两者的比例大致就是1.6比1,五星角色里本期歪到最多的,一次是秦,提纳里,克勤,迪西亚,四星角色里本期出货最多的,一次是克莱,多利,坎迪斯,说实话,要不是西诺宁强度足够在线,就这陪宝的四星阵容,老黑真的是疯了,才会下吃抢咯,哎,实际上西诺宁, 是真的好用呢,大人家就不说了,轮滑跑图,丝滑无比,还能无缝爬墙,爆杀以往的散兵,闲云夜兰,特指在纳塔地区,角色数值方面,那更是纯纯的噱头十足,就这个二命效果,你就看吧,这么一大串压成,谁看谁不上头的,当然,实际进队效果的话,大概也就有个20%的伤害提升, 一技能则更是逆天,正版时级就是稳定36%的降抗光环,注意,这玩意是光环,角色脚底下有光圈就代表生效了,持续时间更是有足足的15秒,这不比万叶的风套降抗好启动,效果也稳定多了,至于其他方面的话,0加0应该和万叶大差不差,2加1大概能有个30%的伤害提升,二命20%,专武10%, 美中不足的是,本期的主线剧情,老米对西诺宁的刻画,着实是少了些,剧透预警,大头基本都给了西特拉利和欧洛伦这对活宝奶孙组合,奶奶配孙子,尤其是西特拉利,看得出来老米在他身上是下了大功夫的,光各种新表情,新动作就搞了一堆,还有是你奶奶的剧情名场面,真的是有把老黑笑道,再者就是咱们的旅行者,这期到高光戏份也不太多,就最后清了清杂兵,给马尔卡守了拨大门, 当然队长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侧漏,一把单手兵剑,横扫深沿魔物,愚人中小兵的话本期是也彻底洗白了,为救纳塔,舍生取义,连水胖都有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,只是牺牲自己拯救纳塔民众,那既然说到火神了,在剧情的最后,老米还特地给了个实际游儿的场景啊,大家看,这火红的头发,威严的眼神,帅气的皮衣,不知道大家看完后都感觉如何呢,在下版本会不会选择抽火神呢?哦对了,老黑这里指的下版本, 是5.3而不是5.2,毕竟在5.0的前瞻直播里,策划机哥不都说了吗?5.2没有纳塔主线剧情,难道到时会有意外惊喜出现吗?又或是纯过节的长草过度版本?那三段时间的话,大家最早应该要到明年才能玩到火神了,估计到时候旅行者还会有重磅戏份,毕竟咱们是拯救纳塔的大英雄嘛,那火神到底会不会死?深渊到底如何才会被消灭?就让咱们仅仅期待5.3版本的到来吧?那不知道各位老哥,你们本期都有抽 新诺宁吗?欢迎一起来讨论哈